LAYO兩世紀 天天都不新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喬治亞人對上蒙古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三次比賽 好 我們回到了軍閥三次比賽 回到了阿拉伯 最近就在播這個帝國戰爭模式 回到了這個一般模式來看一下 雖然這個一般模式呢 也不是到非常正常 開局的村民也比較多一點 不是山村騎手 所以前期的遊戲節奏會稍微偏快一點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文明的部分 蒙古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吃野豬的速度 非常快速 而且他打力的時候 經濟非常快 這個馬上就拉第二頭野豬了 野豬吃得非常非常快 第一頭野豬才剛吃一下下而已 蒙古人現在刺猴有改版 他的刺猴改成 不用點下輕奇兵 就有這個血量加成 雖然變成只加20% 以前是30% 但是到地龍世代 一樣是加30% 那這個效果 讓蒙古人 不再需要在前期 投資150弱 在輕奇兵身上 可以看情況 會把這150 投資在二級 或是二級農身上 不一定要投資在 輕奇兵身上 所以讓蒙古人的前期 會變得 比較沒有這個壓力在 弱馬也可以繼續打出自己的優勢 前期的節奏會更好 那蒙古人確實現在的這個 節奏問題 都是在 中前期 這個算是 城堡篩出席的一個問題 那蒙古人呢 後期呢 也可以打這個 馬攻策略 這個馬攻射擊速度 比較快 所以可以打這個 肉馬 可以馬攻 可是非常適合蒙古人打法 好我們接下來 介紹一下 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騎兵單位會自動回血 而且精冠速度 可以讓騎兵的人口 佔用 減免 那後期的喬治亞人 也可以打這個 馬攻 但是他的馬攻呢 沒有這個 拇指環 射速稍微慢了一點 但是卻有這個 安息人戰術 那算是 喬治亞人 馬攻算是蠻堪用的 那到了大後期 還是要靠自己的寶兵 莫娜斯帕 騎兵作為主力 好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 選擇打法 好接下來看到 羅車這裡有一台 四個人 五個人伐木 很不錯 越補越多 17個人 點封劍時代 蒙古這邊也是 喬治亞人這邊 17個人 17批點封劍 是一件很 極速的事情 非常非常快 這個鹿鹿肉 決定要三條鹿肉 全部趕完 卡超這邊也是 好 蒙古也是三條鹿吃完 好來看一下這個 喬治亞會不會怎麼打 應該沒意外的話 應該是肉馬開局喔 蒙古這邊的開局方式 通常也是肉馬 好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是肉馬打肉馬的局面 好果然是 兩邊如果說打射箭場開局的話 優勢並不是那麼巨大 還是要走自己 有力的方向去開局比較好 好 所以蒙古人 開始按肉馬 現在蒙古人 封劍時代肉馬 可以多按一點 即使城堡時代不升 輕起兵也有血量加成 還是能用 蒙古的地圖來說 相當不錯 黃金在裡面 但是沒有石頭 這點要小心一點 果子在前方 待會防守來說 會比較有壓力一些 好 這邊是三隻赤猴 稍微偵查了一下 但是沒有要開戰 看到對方其實圍差不多 是肉馬先回家 回家要做防守嗎 還是要繼續找個地方開打 好 右邊這邊稍微圍死 然後這邊農田灑得差不多 好 這邊又補了一個房子 好 五個肉馬過來 看到三隻槍兵 選擇繞幹 呃 塔塔這邊看起來是要 圍死 生 城堡 好 三隻肉馬 給喬治亞壓力 好 喬治亞這邊是沒有 為家的關係 所以現在只能用槍兵做防守 這裡 稍微打木槍 希望可以讓少年這邊有一點壓力 這邊想要蓋一台羅車 結果被抓掉了一隻村民 塔塔這三隻肉馬 抓到了 這一村 還是有點賺 好 這裡直接開打模仿 要給他按槍兵嗎 還是不按 這兩個模仿有點危險 好 這裡有一隻槍兵被追著打 好 村民稍微修理一下 這是魔法 好 蒙古這邊點到了城堡時代 打的是一個不交流 然後 為死上城堡時代的打法 這邊有多少細節 這個為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能很不起眼 這件事 但是其實是對於自己生城堡時代 一個很關鍵的一個細節 好 好 這裡 四隻肉馬 五隻肉馬 配上一隻槍兵 塔塔這裡補下了第二個馬舟 好 呃 蒙古人現在的打法 比較偏城堡時代 把草原騎兵的部分 但是遇到對方的騎兵很多的時候 還是會打駱駝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要打草原騎兵的話 那也就要靠操作 才可以換得以騎士 好 那蒙古人 塔塔 果然還是打了草原騎兵 這一肉馬 溜著進去 OK 升到城堡時代 這邊秀了一隻村民之後 還要繼續打嗎 有一隻槍兵混在裡面 戳得很開心 為了收這一村 損失掉兩隻肉馬 但是這裡已經 擊殺到五隻村民 已經不虧了 OK 草原騎兵開始秀操作 好 好 蒙古人現在血量 哇 這個刺吼 加了拼動之後 74滴血 以前的蒙古是看不到這種肉馬血量 好 草原騎兵現在升上去是92滴血 92滴血 在這個時期 是相當好用的 那塔塔這邊 打草原騎兵的優點 就是挖黃金的村民 不需要這麼多 只要7個人或6個人 就可以維持草原騎兵的黃金產量 即使被吵架的人的僧侶交響 也不會太過傷心 畢竟一隻造價成本 只要40黃金而已 好 這隻肉馬看著要被圍殺了 這裡在低調 城牆要想要上來嗎 好 塔塔這邊秀一下操作 但是還是被騎士摸到了兩下 這一攻的射程優勢 想要盡可能的發揮 好 吵架的人 在農田旁邊點下了一個強化教堂 是為了要增加這邊的農田工作效率 只要在自願點附近 蓋強化教堂 就會獲得10%的工作加成速度 好這個城鎮中心蓋了很久 所以我們要蓋好 那目前塔塔也是雙TC開農 沒有把這個城鎮中心補在實況處 而且剛剛是賣石頭的關係 待會還要再馬騎頭回來 繼續補這個3TC不太適合的地方 那草原啟兵這邊再開始繞 希望可以繞到點東西 好 朝鎮這邊補下了跟蹤技術 遺及馬海 OK 成功造強到了一隻草原啟兵 好 草原啟兵數量來到了快要10隻了 唉唷這一波有一波肉馬溜了進去 哇這個肉馬幾殺到了兩隻村民 看起來喬架這邊的操作也是不錯 看準了這個 木頭被挖完的時候 馬上溜進來 唉唷這個來蓋房子會不會出事 唉唷好好喔這個少女沒有看喔 如果有看到的話說不定這隻村民也可以拿下 好這邊把肉馬拉回到了獅頭地方 補下了整個東西 3TC開龍 蕭架這邊也是 3TC開龍 兩邊的村民樹是差不多的 但是少年這邊還是損失的比較多 村民樹稍微落後 47村打50村 好這裡兩隻村民被騎士給抓掉 草原啟兵現在數量不多 要正面打贏騎士是有點困難狀態 因為這裡還有一個小分隊 好這裡稍微多做一個多線 但是有草原啟兵在家裡防守 少年我看到 草原啟兵這邊用異攻的優勢 打出了血量優勢囉 好一隻騎士被點掉 大量的血量 兩邊應該是小打小鬧 是騷擾為主 決戰應該還是要等到城堡賽 好這一村民被點掉了 好 喬喬 點下了鎖推車 兩隻僧侶 開始量產 好第三隻也出來了 好 轉一些駱駝喔 看來還是受不了 這個騎士打正面的話還是太強 轉點駱駝比較安心 好喬喬這邊也點下了神聖思想 走一個僧侶路線 把六隻僧侶 我們要開戰囉 三隻僧侶召向騎士 六隻僧侶 要往前了嗎 我是僧侶 好先招等一下 好這邊先招駱駝 細節有做好 招架這邊應該是優勢比較高 因為草原池沒有第一時間去攻打後方的僧侶 駱駝大部分都被招搶到了 好但是正面來說 結果是蒙古人拿下優勢 少年這邊招搶好像出了點問題阿 尷尬尷尬 最後還是被塔操拿到了優勢回來 那塔操這邊的細節做得很好 被招搶的駱駝馬上都招回來 好喬治亞再補下了城堡 這個城堡才是關鍵 城堡該好就有莫娜斯塔可以用 莫娜斯塔的話 喬治亞人就可以暴殘 這個便宜又好用的起兵單位 好 孟國這邊就去殘一些駱駝 好這邊置滴 村民不想讓對方全部招搶回去 好這個城堡該好莫娜斯塔趕快按 好二級伐木要不要點一下 感覺喬治亞這邊是忘記點二級伐木 這樣經濟會很差 二級農點不點無所謂 但是二級伐木是一定不能忘的 這個一忘掉經濟就會差很多 目前蒙古還領先喬治亞這邊一千經濟 蒙古本身來說是中後期經濟很差的文明 但是沒有想到經濟現在還贏喬治亞 看這個二級伐木沒有點 這還是蠻傷的 好這一波衝進去 好像有賺到一些村民 哇村民史上來到了13隻 好靜好就收 趕快撤趕快撤 這裡村民都收進去了 他到這裡補下了城前科技 4TC也補下了 木頭稍微有點爆炸 賣了500木頭 換了329塊黃金 好 喬治亞這邊疊下了帝王時代 但是村民數量已經被打出差距來了 95吋對81吋 喬治亞這邊可能要再補一個TC 在這個野外的部分 會比較好一點 好生女要不要招一下 招一下招一下 可以 逼退一下 好燈又抓到了一隻村民 喬治亞這邊是現在很被動 因為沒有辦法自己再去這個莫納斯帕單位 而且還在生地龍時代的關係 所以軍事方面並不是那麼的好 好大會再補一個新的城堡 要補這個位置嗎 兩根城堡都補中線的位置 真的不錯 或者是補這個位置 補一下紅金位 好也ok 好那喬治亞人這邊點一下了二級馬卡 蒙古則是轉出了七奇命的升級 還有一級射 看起來要轉蒙古圖界了 好這邊稍微拉一下 看起來兩邊打鬥並不是很動真格 都還在偏龍策略 好地龍時代還有1分50秒 喬治亞這邊則是剩下20秒 就要升到地龍時代了 好這邊一招翔 你們要開戰了嗎 欸沒有 看到城堡選擇往後拉走 好蒙古這邊是要趕快 挖多一點的木頭跟這個黃金 輸入的部分可以全出肉滿 好喬治亞這邊也補下了 靜瑞莫娜斯帕的升級 待會攻擊力就可以提升上去 好先點個三級馬卡 龍圖 現在二級色彩剛點 要先點個靜瑞嗎 還是要先點三級色化學呢 好先招翔一下 哇 只招到了一隻 兩隻 莫娜斯帕 OK 地龍時代還有10秒鐘 三級看一下會先選什麼 應該是化學三級色優先喔 結果是先點二宮跟駱駝 他還是認為自己的蒙古圖技 承起數量不夠快 畢竟現在數量也少 先點三級色跟化學 沒有辦法獲得力級的加成 塔操這邊細節還是做得很好 因為自己的駱駝數量有來到12隻 好 攻擊力先也點了上去 那塔操這邊細節做得很好 因為這場人來說 都想說 欸要轉蒙圖了 趕快點一下射程喔 但是塔操自己覺得 欸這個現在情況 莫娜斯帕的數量這麼多 現在要是射了弓箭科技 可能會正面打不贏 雖然駱駝沒有Rump的加成 但是自己有縱裝駱駝 還是可以升級一下 好 那清旗兵升級商品之後 血量會賠到98滴血 升級大落馬之後 血量可以高達118滴 莫娜斯帕這邊的精銳也升級好了 14加620點的傷害啊 這個騎士傷害非常可怕 好這一波直接衝進去 衝到城堡下方 但是後方有非常多的莫娜斯帕 蒙古這邊只能選擇撤退 斷擊射補完之後 果然馬上補下了化學 化學補完之後 要補精銳蒙圖嗎 支援量已經夠囉 好精銳蒙圖點下 OK 兩邊都是打到地龍時代 才要準備開戰的策略 瞧這樣 這邊三級攻 也點了 基本上騎兵已經全滿了 22點的騎兵 非常可怕 好 清騎兵也點個一下 好 這邊傷害很高 莫娜斯帕要撤嗎 糟糕的地方開戰 好 現在喬治亞完全沒有想要出工程器的意思 全出莫娜斯帕 好 但是蒙古這邊也在出蒙圖 趕快轉出更多的蒙圖 駱駝數量可能要再補一些嗎 哇 攻擊力來到22點 好 那 駱駝呢 只有2點防護力喔 所以每撞一下 這個駱駝 都是20滴血 所以只要撞個7下 駱駝 這個 蒙古的駱駝就會死去 莫娜斯帕後期就是這麼的可怕 待會再點一下金冠技術 可以再爆更多的 喬治亞的莫娜斯帕 待會打到這裡 蒙古就不太好打 好 這裡看一下 蒙古會怎麼應對 這邊感覺有點打不太贏 這邊一開戰 莫娜斯帕感覺可以直接擰壓過去 數量擰壓沒問題 蒙古突擊這時候才趕到現場 本來是想要BD 但是這邊突然開戰起來 駱駝直接全部倒地 喬治亞這邊 正面打出了優勢 但是這一坨蒙古還沒有辦法解決 這裡要往後拉打嗎 還是要往裡面衝呢 右邊有一波小推戰 這裡用草原騎兵跟騎士 抓到了挖金礦的村民 莫娜斯帕決定要去BD 偷家了 蒙古這邊往前 看到巨型托斯帕抓到 現賺兩百斤 不錯 這裡再收掉一隻莫娜斯帕 莫娜斯帕這裡沒有想要BD嗎 這時候突然回家 確定欸 哇 這一坨不想送掉 因為他可能覺得這一坨送掉的話 雖然要再重新累積起來 莫娜斯帕的話 傷害就不能一直維持在22點傷害值 OK 喬治亞這邊打法還算是 比較細心的 這個細節還是有在注重 不然正常來說 這個騎兵應該往後送 去偷下蒙古的村民才對 目前莫娜斯帕數量雖然有起來 但是村民是沒有的 村民只有108吋 現在塔超已經抓掉天才少年45吋了 好 蒙古這邊點下大洛馬升級 工坊也全部提升完畢 待會多餘的肉都可以全部產出 肉馬當作肉盾 這個多線操作的籌碼 好 好 惡景龍也點下了 這時候喬治亞點下了金冠技術 阿茲諾騎兵 這個騎兵點下之後 又騰出人口 可以繼續按騎兵了 好 喬治亞這邊二級射也點下了 這一坨進攻 好 阿斯帕沒有要理的意思嗎 想要正面攻城 那家裡該怎麼防守 家裡決定不防 直接守私城的東西 好 這一波換家 感覺是喬治亞似乎有優勢的喔 原來後面的蒙圖加上路途 沒有攻城器 拆的比較慢 但是後方防守出現問題 居然沒有在後面防 巨型頭時機應該可以換掉個兩三台 沒有問題阿 最後只換掉兩台 第三台沒有換到 還是換到三台 沒錯 OK 那 摩托騎 這裡數量還是很多 但這一坨沒有要理的意思 最後受不了 還是拉了一些摩托回來 拉了一些 摩托斯帕回來防守 正面的摩托斯帕數量 還有29隻 好 少量摩托斯帕 往前途徑 抓到了摩托一些村民 好 這裡一坨摩托 好 這裡一坨摩托 好 拉打一下 拉4%有點打不太贏 因為數量沒有成型 攻擊力開始下降了 哇 摩托這邊刮兵速度很快 哇 這一坨應該可以吃光 摩托射速真的太快了 哇哇哇哇哇 這個就是機關槍啊 蒙圖機關槍 好 26隻摩托 摩托騎是26隻 摩托斯帕數量是26隻 快兩杯都是26 但是天才少年打出了GG 我們恭喜蒙古塔塔拿下的比賽勝利 這場比賽結束的有點快 沒想到摩托斯帕 這裡的數量是 最後沒有辦法繼續成型往前推進 某個途徑一成型之後 摩托斯帕就會很難打 因為這個馬共 拉打傷害實在太高 看一下這坨摩托 就擊殺16隻的單位了 這坨摩托呢 則是擊殺18隻 雖然不多 但是喬治亞這裡 他的肉也是非常穩定 一直被騷擾的關係 所以摩托斯帕沒有包含成型 有點爆黃金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蒙古支援全勝 忘記一點這個二級伐木 二級龍 經濟差距還是太大 雖然這個經濟差距 絕對不是這個木頭的問題的造成 也是因為這個村民一直被偷的關係 那不管怎麼說 蒙古途徑一成型之後 打要打成正面真的是非常困難 除非喬治亞這邊也要轉戰毛兵出來擋 但是這隻轉出戰毛兵來擋也不太好擋 畢竟戰毛兵沒有這個三級的弓兵甲 遇到蒙古的話也是很容易蒸發的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